好 成了 学习回来 第十一个题目了 诶 第十题之前第十题是画那个球是不是 有些人课讲的时候反应是老师那个球 你那边画中心 这边没画中心 别想多了 这是个套图 那个球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点就行了 不把它当成立体的 就当成一个智力 智力也不用 你就当成把它当成一个点 那个题就大致画出它的光路水就可以了 好了 看谁题 以圆形蓄水池装满水 水面与地面相平 哦 这个地面就是水面是不是 在池中的中心正上方 B处悬挂一盏灯 一人站在岸边 别掉下去 A处为人眼 做出灯光 与水面反射后的静 这太简单了 诶 这笔怎么了 你这笔罢工了 累了 朋友们 杜老师今天录一天可 整整一天 杜老师都累了 这笔他肯定也累了是不是 累了又加油 你看行了吧 就他讲到 水面可以反射光是不是 来上 差不多吧 这叫差不多 什么叫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差的不多 说明还不对 那你背的这样来一个 我觉得这也差不多是不是 那就能画无数个了 那怎么样能找出那个唯一的那一个呢 我怎么找出那个唯一的那一个呢 这个点正好是唯一的呢 怎么找出这个点呢 就找出这个入水点或者反射点是不是 你讲一下 反射光线肯定要到人眼里面去是不是 那反射光线除了到人眼里面去 还肯定经过哪个点 向点 对 反射光线的反向延长线肯定是过向点的 那这样也能确定吗 能 那怎么确定呢 是为平面镜水面怎么着 与水面是对称的是不是 对吧 你再画上去就行了吗 这样画上去就不好是不是 你说了吗 保留就都很你了 要这个长度跟这个长度相等是不是 你听说老师那万一这个东西不够生怎么办呢 有影响吗 没有 没有影响 你画这地方没事是不是 反正这是虚向是不是 虚向 好 然后呢这是反射光线呢 反射光线过向点过人眼 那什么人眼跟向点在 这条直线 太好了 那下面叫什么 虚线 虚线是不是啊 用虚线 好 虚线 那这个点就找出来了 这就是入水点啊 然后这样 相信了 跟上一集画球那是不是差不多啊 跟画球那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画球呢和这个 作而坦白讲 这题目作而确实 在中考题里从来没发现过 在竞赛题里面出现的概率多一点 就是利用反射光线的反现 发现过向点 我真的没在中考题里看过 模考题我都没看过 但是平时学校的期末 期中 一月考 还挺多 竞赛 也不少 所以 还是有必要会的 有必要会的 等会儿这时候 这个箭头别忘了 不要是不是 这是入水光线 这是反射光线 是不是啊 注意这种虚线 这个反射光线的虚线 这地方出的符号 我都先保留好了 来十二题 下的形象 由光的直线重播形成的是 太点 平面的成像是光的什么 反射 反射 影的是不是光的 直线重播呀 光的色散 折射 折射是不是啊 这个呢 折射 这是平面 三点讲一个 太快了 一是光线 垂直落实到平面镜上 要将这反射光线 从原来位置偏转六十度 这太简单了 怎么了这 入射光线 反射光线 是不是啊 反射光线 偏转六十度 是不是啊 上一讲 你要是能听 有个结论 你要是旋转 入射光线的话 反射光线 也跟着旋转 是不是啊 你要是旋转 平面镜的话 法线和反射光线 都跟着旋转 是不是啊 我还要记笔记了 你还记得笔记就好完了 旋转平面镜 非他脚的时候 平面镜 旋转非他脚的时候 法线怎么样 旋转非他脚 同向旋转非他脚 是不是啊 因为法线和平面镜 始终吹着 是不是啊 反射光线 怎么样 旋转二非他脚 那简单真达出来是不是 那简单真达出来 他脚了吗 不选你 不选啊 逼 选逼是不是 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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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啊 下来方法可行的 应该是逼是对的 它旋转30度 顺时旋转30度 那它顺时旋转60度 是不是啊 加入射光线 以为你这逼行吗 行 是不是啊 是可能的啊 你比如说 远离 远离60度 像这样平离60度 是不是啊 那它也往下走60度 是不是啊 有种可能 有种可能 可能 那这一选量 选两个吧 是不是啊 对 好了 我先声明一下 这题 中考 可能1%都不到 但是 竞赛能考 平时你的期末其中 也可能考这道题 平面镜成这样的 来 公路边 大平面镜 当从镜中看到一辆汽车向东行驶 老实的路口右转啊 这辆是实际上 我猜这题好的朋友没做法来啊 这题直播我也讲过 直播我也讲过啊 现在我也再讲一遍 难题不怕多讲吗 你猜一个 在镜子中是向东的 给它当时反着的 反着的话 现在在实际生活中 它就向西了 你先有种啊 然后呢 镜的实际上就向左选啊 但是你选C 你是不是选C 其实我也比较大 你的C对不对吧 不敢说是不是啊 其实我也不敢说 我觉得很泡 来 好好做 把它给画出来 这镜子是不是啊 画出来啊 向东 镜子里面汽车向东是不是啊 那在镜子里面这张汽车 是不是应该向这个方向走 是不是啊 这是东吗是不是啊 那平面已经成的像 不 这是平面已经成的像 那它物体在镜子里面应该是 物体在镜子外应该是什么呀 向西走 这样啊 来 这个 这两个能关于平面里推直吗 你看这平面里斜着放的是不是 向哪走 西北 你应该像这样啊 你看这正好是不是差不多四五度啊 你这个是不是应该这样啊 我觉得这个这样的靠谱呢 是不是啊 对 两点的连线跟镜是什么关系 垂直是不是啊 是不是应该像哪 向北走 向北走 哦 所以它现在你这里面看到的 是这样是不是啊 它现在外面应该怎么样 向北 像这样 由南向北 它现在在哪管 右管完是不是啊 在这里面的右管完是像哪 这右管完是不是像南 嗯 所以它应该这么管完是不是啊 嗯 那现在像它靠近平面镜是不是啊 嗯 那你这个呢 这个靠近 那这样吧是不是啊 嗯 它在这样拐吧是不是啊 嗯 那你向哪了 对 那你现在车是现在这样拐弯的是不是 嗯 向哪一个 向哪一个 嗯 由南向北 然后左左弯是不是 嗯 有没有答案呢 向A 向 向北 向D 向CG是不是啊 向北先是左左弯是不是啊 嗯 向D 哎 好神奇哦 是不是 我从前一边啊 从前一边啊 你这要从前一边反应过来啊 这样 你这个静的是这么四股五屈斜掉 是不是啊 你这个静的能看来的一个一切是这样的 那根据像与物连线跟平面镜是垂直的 那它肯定这是这样 所以在这地方是不是啊 把这个能长点 静能长点啊 这才对是不是啊 所以就现在向哪啊 由南向北是不是啊 然后他说向右转啊 从他这个靠近镜的是不是啊 那你这个也得靠近镜的 所以向北转 左转啊 选定 不假的啊 讲讲的这些 这些不难啊 身高一米七的啊 是咱们班的一个中学生同学啊 别多少人矮多了啊 别多少人不高啊 站在竖直放置的平面镜前 要想看到自己的全身像 平面镜最少应该多长 一米七不行了吗 是不是 等一下 要不要一米七 杜老师比如杜老师现在身高是一米七 我记一下啊 一米七 前面发一个镜子跟杜老师一样高 那杜老师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全身像 这百分之百能看到是不是啊 但是镜子肯定有部分是浪费的 有一方是不需要的 有一方是不需要的 需要砍掉一部分 那你砍得有多少呢 嗯 砍多少 你砍得更少 你砍得就算这么高点镜子了 肯定照不到全身像是不是啊 砍得有多少 你需要画图 来画个图啊 这是多少的身高 一米七是不是啊 这是头的最上面 这是最下面的脚是不是啊 然后眼睛长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啊 眼睛应该长在头上面 在这样吧 我们的画多方便 我把眼睛往下画一样 加上眼睛画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啊 然后呢 加上前面有个镜子 我们先加下镜子很大 这个镜子怎么大 嗯 你说我这个镜子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能让我脚发射的光线能照到我眼里面就行了是不是啊 嗯 然后让我脑袋发射的光线也能到眼里面就行了是不是啊 嗯 我只要通过这个镜子 既能看到头的最顶部 又能看到脚的最底部 我就看到我的全身像了是不是啊 嗯 这很好办嘛 这很好办啊 找这个很好看的 那脚发射的光线到人眼里面来的 这怎么找来的 这刚才人人人人通过水面 到人眼里面的光线怎么找来的 他和你球那个 先画这脚的什么 像 像是不是啊 嗯 这镜子应该数指的多 画的不太直啊 这脚的像是不是啊 它是不是这样到人眼里面了 是不是啊 嗯 那也就是说我脚发射的光线 只要能照到这个点 就能反射到人眼里面了吧 嗯 那只要这地方有镜子就行了是不是啊 嗯 这块镜子有没有用 没有用 下面就没有用了是不是啊 嗯 所以下面就可以不要了 好了 那最下面都找到了是不是啊 嗯 上面 我是不是要通过镜子能看到的脑袋就行了 嗯 好 那好吧 脑袋发射的光线到人眼里面 这怎么着 先做出脑袋的像 二 先做出脑袋最高点的像 是不是啊 嗯 然后 这个应该是实线是不是啊 嗯 然后 所以这样 脑袋发射的光线也通过这个点放在人眼里面了 是不是啊 嗯 那上面的平面要不要了 不要了 所以你这个平面最高上面到这个点 最低下来到这个点是不是啊 嗯 说得这么高啊 是不是啊 嗯 这么高 但是这个高度 跟这个高度是什么关系呢 肯定不需要人的一样高吧 嗯 是不是啊 嗯 把这个点延长 加三下行 这个三下行 哎呦 做擦了 不小心擦擦了 还好做它留了一手 嗯 是不是啊 嗯 做它留了一手 哦 留了一手 就是 这是 这是人是不是啊 这是什么 眼睛是不是啊 把他的眼睛 眼睛画腰上来了 是吧啊 哎 那里就是说什么呀 好画图 是不是啊 嗯 好画图啊 好画图啊 这是人的头 这是人的脚 是不是啊 这是镜子 是不是啊 嗯 你看这个镜子跟人的 这是什么关系呢 二分之一 啊 你怎么看是二分之一的 你这边那个是不是人的 整个人的像啊 嗯 你看这是不是 这个在这个三角形里面 它是不是中位线啊 嗯 因为你想 这个长度肯定得这个长度吧 嗯 因为这是眼睛到平均的距离 就是像到平均的距离 像就等于物具 是不是啊 嗯 对吧 所以呢 就是这个 这个数字是平行的 是不是啊 嗯 所以呢 这就是终点 是不是啊 嗯 那你这就是 中位三角 这个三角形的什么 中位线是不是啊 嗯 但是杜老师刚才这么办的啊 是这样连的 那实际上这个也是他的一个中位线 是不是啊 嗯 中位线啊 因为杜老师刚才把他这个像这么画的 找到这个 你这两个连线实际上 这就是眼睛的像 是不是啊 嗯 其实都无所谓了啊 我就把这个你看 好 那这期这个图告诉你的话 这期就已经讲完了 是不是 多少 一半是多少 0.85米 就是人身高的一半 好 但是这个题目实际上有要求的同志们 这个镜子必须怎么放 竖直放 啊 跟你人到镜子多远是没有关系的 真的没有关系的 啊 必须竖直放 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啊 鞋着放肯定不需要 鞋着放这个东西 我没推过啊 应该是不需要 但这个我推出来这个 一定是什么放 数字放 啊 数字放 这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 大商场里面卖衣服的地方 一些比较 地方比较狭窄的地方 它的镜子是怎么放的 鞋着放是不是啊 鞋着放的 尤其是卖鞋的地方 那镜子比较短是不是啊 镜子比较短 那就只能看鞋了 有点鞋着点 可能就好一点 那咱们这是数值的 我都没推过鞋着那个啊 但现在都还不敢跟下结论 那这肯定跟下结论 镜子数值放的 要是看到全身像 镜子必须是人身高的多少 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最少是二分之一 好 对不起 今天讲了整整一天的课 同志们 很累 好 来 16题 如图是小方通学探究平面镜 呈向特点实验装置 在实验中用透明的玻璃板 代替平面镜 主要是利用玻璃透明的特点 业于什么 哎 怎么16题 没少题吧 啊 16题没少 没少 16题 实验中用透明的玻璃板 代替平面镜 那为什么不用平面镜 而非用玻璃板呢 你要是用玻璃板 不 你要是偷偷 要是平面镜 你只能看到像 是不是啊 但是那像的位置 能找到吗 不能 找不到是不是啊 但找不到 好 但是你用玻璃板呢 它同时 玻璃板同时具有反光的性能 又具有透光的性能 是不是啊 你平面镜只有反光性能 没有透光性能 你手伸过去 看不到手 好 所以会便于观察和确定 是这样的位置 好 写上 这么懒的人都好好写了 便于观察和确定 像的位置 好 在树热的玻璃板前 放一只点能的蜡烛M 可以看到玻璃板后面 出现蜡烛的像 小明拿另一只大小 相同的蜡烛 用在后面移动 完全冲合 哦 那只要完全冲合 就得到什么节了 像的大小和屋的大小相当 哎 像屋 大小相当 这我不用写了啊 太简单了 实验室 小方同学应该在哪个地方 观察玻璃板 拉住M金玻璃板 锁成的像 哪一侧呀 这一侧还那一侧 它必须通过玻璃板 才能看到像吗 你要跑玻璃板后面 能看到像吗 看不到 看不到是不是 那说这样的 它在哪边点燃呢 M M这边是不是 那这应该在哪一侧 M侧 M侧是不是 它是要怎么选 那应该在M侧是不是 M侧 你要跑到那边去 哪有反射光线 是不是 你的玻璃板那边光线 这么照这么反射的 你要跑这边 你光线反射不到 你眼里面去了 系统的小方 通过玻璃板 观察M像是 看到在像的后面 还是较模糊 与像一部分重叠的像 出现就 这要听了杜老师 暑假班 就是看到杜老师 做的那个实验 这个题目 对你来说 永远的艰难了 杜老师在暑假班 做那个实验的时候 做了两次 一次用薄的玻璃板 那一次用什么 厚的玻璃板 因为你玻璃板有几个面 两个 玻璃板有两个面 你要是玻璃板越厚的话 前面M这个蜡烛 到前后两个面的物距 是不一样的 那后面成的像 那像距也会不一样 玻璃板越厚 这两个像 这两个物距 像距差距越大 差距越大的话 它就越偏离 这个偏离的距离 应该是玻璃板厚度两倍 我不跟你讲为什么 因为太难了 所以这原因就是因为 玻璃有几个面 两个 两个面 前后反射 成两个像 用薄的玻璃板的话 这两个像就重合了 就看不出来 是不是 你玻璃板比较厚 它就看不出来 原因是玻璃板有两个面 会重两个像 且玻璃板可能较厚 是不是 这个原因到什么 经过三次实验 记录这么多 为了得到更多的实验结论 其实平面 你实验成像 有几个实验结论 除了像与物 等的前面 是不是在干这事 还有一个主要 还要探究什么 距离 谁跟谁的距离 相距和物距 相距和物距的距离 那你说更多的结论 是不是要干这事去 那怎么就探究相距跟物距呢 是不是这样 把它们走过怎么样 连接 连接起来 然后在干嘛 量 测量像和物 到玻璃板位置的距离 是不是 我不写了 我就说 下面和的难题 等着杜老师呢 就是 连接起来 是不是 连接像与物 是不是 然后呢 分别测量 相与物 到玻璃板位置的距离 然后比较起大小 是不是 你要听不太清楚 把拉回去 让杜老师给你重说一遍 杜老师可听话了 完了是不是 下题了 这到底 杜老师正中宣布 中考 没考过 竞赛 考过一次 平时学校期中期末 还经常考 就这样的位置 来看一下 水平地面上 由于杖人物 ABCD 较大的平年镜 MN在某一个高度水平放置 省促突发觉得眼睛位于欧点 能够看到杖人物后 放的范围 后放的范围 哦 你眼睛肯定不能看到后面的全部 比如说这个点就看不到 是不是 就它给挡了 是不是 那你看 你的眼睛这样 这样照过去 能看到一个地方 是不是 你看这样找 这些光约是可立的 如果你这边发出的光线 到人眼里面来 我也可以认为眼睛是个什么 不是 一个光源 它光源发出的光线 经过的平面镜 一发在那边照到哪些地方 是不是 这就好办了 你看到 第一个是要找一下 你要想能看到后面的眼睛 是不是通过这个A点才行 对吧 通过A点 到这地方是不是 然后做什么 发现是不是 然后反射角 这个就是讲是吧 输到这地方都能看见的 你看想看 要想看远处的能看到吗 看远处的眼睛是光线的往哪走 光线的这样偏才行 是不是啊 是不是挡了 你眼睛要往这边偏的话 是不是看这边来了 所以这个点应该在看的最什么距离 最远 最远的距离 是不是啊 好 那看近的话怎么办呢 这样 就看近一点是不是啊 这样更近一点是不是啊 但是太近了怎么办 被挡住了 被谁挡了 误夸 误夸在哪个点挡了 B点 是B点挡了是不是啊 那说明过B点的光线 就是看到的最近的一个地方 是不是啊 那这B点的光线 那B是这样写也行 这样写也行 但是我肯定知道 你这B点肯定是在哪 是在反射光线上是不是啊 但是我哪知道 反射光线除了过B点 还过哪个点呢 向点 诶 这都能发现的 反射光线肯定过哪一点 向点是不是啊 那你看 照射光线的向点是不是啊 他反射光线过向点的过他是不是啊 这地方就没必要了是不是啊 这样行 那说明就光是照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样来 就行了是不是啊 这样行 那说明这个曲头都可以看到了 完了嘛 比较难在这地方 但他的画法跟我不太一样 他的画法就是 这条线是 这也通过向点来的是不是啊 也通过向点 这都可以是不是啊 两个似乎 你自己跳着来啊 就这块曲也能看到 好的嘛 手里 照射光线 跟着杜老师今天录了 五个小时刻 现在嗓子 激起的干 眼睛 结起的色 胃 激起的恶 好 好 多废话 修理 下集课 再见